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就是根據保守派媒體Bribert的報導所說 就說特朗普總統是有意啟用一個全新的社交平台 第二單消息就是國務卿蓬佩奧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通了電話 在這一趟的通話當中布林肯就盡顯打嘴炮的本色 說了很多的好聽說話 但是實際上又有什麼行動呢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Bribert那篇的報導 根據他們的獨家報導所說 就說特朗普總統的高級顧問Jason Miller 昨天就向他們透露 說特朗普總統在考慮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啟用自家的社交媒體平台 他就說到大家都希望可以看到總統在社交媒體上 重新出現 無論是加入現有的新平台 或是創建一個屬於他的自家平台 他們在這一方面一直都有著不同的選擇 而且也進行了很多不同的會議 而他有提到 說特朗普總統就不急於在現時作出決定 因為所有選項都已經放在台面上 現在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討論 他就請大家要持續關注特朗普總統的動向 因為他將會很快地重新加入社交媒體 只不過是在找到哪一種途徑 對於特朗普總統來說是最有意義的 事實上 特朗普總統在較早前 已經在一個社交平台叫做GAP 是重新登錄了 有在上面作出一些發言 但是現在聽到Jason Miller這樣說的時候 有可能特朗普總統又會自己開一個新的平台也不定 但是現在還未有一個最終的拍板 我相信他一定會選出一個最有利於自己的位置 如果加入現有的社交平台 當然他就可以省一大筆的前期費用 比如說開發平台的費用 維護平台的費用 你租伺服器也要錢 起碼來說他就省很多這些錢 如果加入一個現有的平台的時候 大家馬上登入那個網站 註冊成為一個用戶 就已經可以完成了 但是這個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往往來說 就是要受制於人 始終叫做寄人離下 現在你和他合作得好好的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到了有朝一日 那些科技巨企的魔掌又伸到來的時候 可能比如說提出收購 或者是各樣阻礙 也不租伺服器給你 好像之前搭檔就是這樣 我伺服器也不租給你 你要怎樣運作 你就整個網站關閉了 這樣就變成仍然有些限制在那裡 又或者有朝一日 特朗普總統和某一個社交平台 交互起來的時候 又可能會關閉他的帳號 諸如此類 這個就會是一個限制 但是如果特朗普總統 他決定自己開一個平台的時候 當然他就不需要再有以上所說的任何限制 但是他的投資就會很大 開發網站是一筆錢 開發手機apps也是一筆錢 如果說連Amazon那些伺服器也不租 要確保得到 不會無厘頭被人停止服務 就要自己弄一套伺服器出來 那筆錢更加貴 所以他一定會權衡過利害之後 就看看怎樣去做 現在暫時 他先去這個階段登陸 先用著 起碼會維持他的影響力 不要消失太久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折衷的做法 但是聽Miller這樣說 現在這個做法肯定不是最終極的做法 最後會怎樣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接著我們就說下第二宗消息 就是布林肯跟楊潔篪通了一次的電話 布林肯繼續來打嘴炮 主要來說 他有就著幾個範疇去說話 首先他宣稱 美國將會繼續捍衛新疆 西藏和香港等地的人權和民主價值 這些說話聽起來很動聽 但是實際上說 你會做些什麼來捍衛呢 當然在這趟電話裡也沒有說到 實際上也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自從拜登1月20日上台以來 大家都看見 你說他做了什麼呢 暫時未見到 之後會不會有就不知道 但是純粹這句說話 其實也足夠有一群KOL 走出來又再吹捧布林肯 說他也是堅持著蓬佩奧的路線 但是蓬佩奧有做很多實際的行為 那布林肯除了發聲明和打電話之外 又做了什麼呢 說到新疆和香港問題 其實在特朗普執政時期 已經通過了兩條法案 分別就是 榮爾人權政策法 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所以就算拜登和布林肯 他們是執行這兩條法例 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力 都只不過是叫做燒虧曹徐 這些東西不是他們創先的 而是特朗普總統 和蓬佩奧國務卿 那個年代已經流傳下來的東西 所以那些KOL 就不需要過份吹捧這件事 我看到也想作嘔 還有一條法案 叫做避風港法案 在參議院的審議當中 這條法案也是在去年六月的時候已經提出 所以又不是拜登年代的產物 也沒有東西很值得吹捧 在這段通話當中 布林肯提到的第二個議題 就是北京威脅包括台灣海峽在內的印太地區穩定 以及破壞基於規則運作的國際體系 美國就要等中國就此負上責任 他說的也是說得很厲害 很加勢堂 要中國就此負上責任 那你怎樣使得中國負責任呢 這些也是一個講字 明明拜登也說 如果美國有利益的話 就不介意和中國展開合作 言由在意 你現在又說要使得中國負上責任 負上什麼責任呢 請問你如何讓他負上責任呢 這個布林肯說話是很兇煩的 還有在上個星期 明明國務院自己才說到 說拜登政府是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但是這個民主黨在去年的黨大會上 在黨綱裡面刪去了一中原則 你現在是出爾反爾 原來你在黨綱裡面刪除了那些東西 到你上台的時候你又執行 那你刪除他做什麼 那個是不是大龍鳳 那個是不是做大戲 還是神功戲 那你當初刪除他做什麼 如果你上台之後都繼續執行 就不需要搞那麼多事情 那你有什麼誠信可言呢 所以就算他在說這些東西 到底你說的有多可信 都成問題了 別人在心裡打了折扣 作為一個普通民眾看到 信你好不信你好呢 我們又看看大陸方面的回應是怎樣 楊潔篪說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 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方應當嚴格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其實美方是有確守的 他說一定會遵從 至於涉港涉疆涉藏等事務均為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任何污衊抹黑中國的圖謀都不可能得逞 中方將繼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至於這段通話裏面 第三樣布林肯所提出的東西 就是緬甸的問題 布林肯就要求中國要加入國際社會的行列 去譴責緬甸的軍事政變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多餘 亦都是軟弱無力的 你憑什麼要求中國這樣做呢 如果中國不去這樣做的時候 那你又怎樣呢 你催他不仗 你來去什麼 楊潔篪敦促美方 要為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他重申了中方對當前緬甸局勢的立場 強調國際社會應當為緬甸問題妥善解決 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那就是理你了 人家當下就已經是 丟了你一拳 刮了你一巴 那怎麼辦呢 你叫他嗎 他不理你 那怎麼辦呢 我沒有下文 那就是打嘴炮 好了 至於第四件事 布林肯說到 美國將會守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捍衛民主價值 並且要北京畏著他們濫用國際體系而負責 楊潔篪的回應就是 世界各國應當維護的 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關係基本原則 這個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而不是少數國家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叫你回到聯合國的體系來操作 這就高招了 不是幫大陸說話的問題 而是 你說要國際體系 他現在叫你回到聯合國 中國有很多阿非拉盟友 你要點人頭表決的時候 中國會贏你 所以特朗普到總統當時才說要退出世衛組織 拜登這傻子一上台的時候就說要重返世衛組織 即是你都同意 所謂的國際體系 是要以聯合國為核心 不是你回去世衛組織做什麼 你回去世衛組織 你說要交回會費 要啟動國際合作 現在中國就叫你回到聯合國 吃回你回頭 那你布林肯怎麼說 哪有話要說 難道你說我不玩 又這樣 你沒得不玩 你自己說要玩 這棵東西是 那就對了 人家就叫你回到聯合國 你被人吃煮 你怎麼很值得吹捧 所以我真是很難理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